嗯 不知道大家最近你们学校有没有让你们下载丁丁来上直播课 说实话一开始我还觉得挺新鲜的是吧 但是这个软件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大家现在可以打开Apple Store 大家可以发现它是办公排行第一的软件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最新评论 全都是一型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但是不重要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用这个软件来上课给我一种非常愚蠢的感觉 首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直播对于电脑的要求 对于网络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在我们老师手里 当然如果你老师是打电竞的那不算 在我们老师手里都是那些老旧的商务电脑 配上一些不怎么好的网络 直播的效果着实插进 像我们有些课是电脑录屏的那还好 还勉强能看得清上面写的是什么 但有的老师是直接用手机摄像头拍那些作业 然后在下面写思维导图的 那完全看不清 好 如果你说看不清还能算了 那我们还能听 不好意思 卡了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我的网络不好 还是老师的网络不好 还是丁丁的服务器爆炸了 基本上每一堂课 每两三分钟就是卡一次 这让我怎么听啊 假期间尝试好事 但是你搞这个直播课 就显得不三不四 首先你说不听吧 可是别人都在做啊 你不慌吗 但是如果你听吧你又觉得 为什么我要在家里做那些 学校可以做的事情 看看我们不是用手机听 就是用电脑听 那就诱惑得多大呀 你不要跟我说你可以认认真真的听完 一早上或者一下午的课 这不可能好不好 不论是你做你自己的事情还是去听课 都是非常的低效 最恐怖的是我是32G的手机 本来内存就不是很够 你还整个丁丁 更可笑的是有些老师在丁丁上面发课件 有的老师在微信群上面发课件 有的作业让你打开原题库来做 在原题库上面做完 你还得上丁丁去打卡 每天早做还有成年任务 你还得上丁丁打卡 这东跑西跑搞得我真的是不想干 好不好 我觉得用丁丁上直播课 是2020年最搞笑的事情 要是有人做这个2020年 沙雕新闻集醒的话 我估计用丁丁上直播课就有一席之地 OK的 我们今天就稍微来看一下 2019年的沙雕新闻合集 看一下有没有比丁丁上课更为沙雕的事情 2019年7月2日 二十三十曲 列车运行至哈尔滨至长城区间 有两名旅客发生争执 进而大大出手 什么情况 你跟我说说 能不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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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什么 闲闹磕 闲闹磕 我不在这坐着吗 他说他吃饭 我说你吃饭 我说我让给你 我说你就吃饭 他就弄了一瓶酒 他在喝 就闹了东北大米的事 你又怎么怎么地的 说句很难听的话 我俩不挨着吗 我说你喝 你好好喝 喝完酒 你说就是你先打他吧 他回头给我一这么嘴 哎呦 我是把他摁那块了 我没打的呀 我是把他摁那块了 我没打的呀 没打 列车到达沈阳站 将行为人 还真没打 交沈阳北站派出所进行处理 现违法行为人 因殴打他人 被依法给予行政拘留 哎呦 这人真的是搞笑啊 琢磕是给东北大兄弟丢脸的 哎呦 牛逼 哇 这这个人 哎呦哎呦 你 哇 你好骚啊 你怎么穿着品如的衣服呢 这个视频告诉我们 吸毒有害健康 各位千万不要去吸毒 啊 哪里啊 哪里啊 在新建南乡那边正好有一辆 黑色的轿车 车门已经被他们撬开 这两名男子其实父子俩 然后是父亲带着儿子 前来进行偷车 哇 牛逼 现场的现场教学 平罗民警 发现及时 并没有对车主进行造成损失 现在带出来干几年了 干干干干干干嘛 比跪都进行 我看得住啊 怪过去 我去过他 那位小偷父亲当时 当时表示 自己没什么文化 孩子也没什么文化 假如说 相当于也 对于他们来说 相当于也是 会点手艺吧 要不然感觉 以后也活不下去了 看这个民警都已经忍不住笑了呀 这个父亲想让他儿子学偷车 是传统手艺不能丢吗 你说这这不巧了吗 是吧 在网上本来打算七夕节嘛 然后买给自己的 送给自己的一个礼物 没想到 哎呦七夕节送给自己礼物 哎呦有点惨 前几天 然后又出现了这个事故 然后在居然事故中 又发现了自己自己的快递 就感觉很巧合 第一时间就是很巧吧 因为第一次买快递会找我这些事 还是自己救的 在自己救的过程中 其实还碰到了自己的快递 这一定是非常巧的事 哎 刚好七夕节嘛 既然这么有缘分 那就可以跟这个快递结个婚 好吧 哎呦真牛逼啊 盗窃煎饼摊 原意是想盗窃 找点钱去上网买吃的 但是看到煎饼摊内呢 有新鲜的食材 有炉灶 那不妨就自己动手 做煎饼 吃起来也比较方便 又有钱又有的吃 刚开始我们通过金婚发现 这名男子是比较生疏 煎饼也不是太熟练 那么几天通过了几天的 做煎饼这个过程之后呢 干饼男子动作是越来越熟练 自己也会花钱去买 花钱买的时候看到煎饼摊的老板 在摊也是慢慢的学习到了 整个煎饼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怎么样制作 那自己也是慢慢的熟练了起来 从点火 熔面 摊面 打蛋 翻面 撒料 这些动作全部是一气呵成 哎呦 煎饼店的老板还是要专业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活到老学到老 这个人的行为我就想起我们小学 举个例子如果A打了B的小报告 B绝对会打回A的小报告 这样子显得他也有错 就算老师批评不会单只批评一个人 但是我每一次打回别人的小报告的时候 老师都会对我说 你先管好你自己 常载和别走哪有不是鞋 常载和别走哪有不是鞋 就是我心里这么想 你知道 知道会不会抓到 对 是不是你开的这个示范 是你觉得是正规的还是有什么 会打理查的 利益其实有的时候肯定是差跌的了 对他采取新市区的措施之前 要全部去纪检的 当时纪检出来应该是 血压也挺高的 他说你知不知道自己血压高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你在透支森林你知道吗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我有一天肯定会倒在站前的路上 我想想也是要万一哪天血压高了 已经这么高了吗 240跟下面是140 因为他开始是居不交代的 如果是认识方面 可能感觉那个有侥幸性的 那个逃避打击 对他身体上开出所里面 那个生活上的关心 所以他的应该说也是 血压也降下来了 后来他也是比较感激我们 我减肥也减掉了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 血压倒也正常了 小老爷现在也没有通样 或者怎么样 心态也比较好 被我打击处理 亲自抓过来的那个 一个协议 一个犯罪分子 只要那个新门释放以后 能够在第一时间 还送你定期过来 这个确实也比较意外 这样新门真的是 那既然看守所这么好 是吧 以后尝回来看看好不好 正所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OK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如果大家对我的视频 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的话 请在评论下面告诉我 这期视频点赞破2000 立马出下期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